中共国经济衰败欠债者人数暴增 随着经济衰退程度的不断加剧 中共国当前的个人债务违约率已飙升至历史的新高 目前因违约无法偿还欠款而被金融当局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人数 已由疫情初期的600万突增至近1000万 而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不仅将被禁止进行包括购买机票 通过支付宝和微信等移动应用程序付款 以及使用收费公路等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同时违约者及家人还被禁止从事任何政府工作 据悉强国如今泛滥的个人债务危机 源于近十年来的借贷狂潮 尽管期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一倍 达到了64% 但是由于经济崩溃导致的家庭收入急剧减少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终将无力偿还 所欠债务